香噴噴岩酥鸡下锅油炸 明显玉米甜不辣 加入九层塔越看越好吃 高雄前镇这个业者 PO出监视器说自己吃大亏 画面中的金法男一上门 就开口要三份鸡皮 接着狂夹岩酥鸡 要求九层塔多一点 不要加蒜头 但结账时却说钱包掉了 点了一堆餐 然后都说他的钱包掉了 他觉得好玩 然后又想吃饭玩餐吧 很差劲 报纸的期待说 他应该还会再回来取餐这样子 结果下场就是 狂点520元 却被恶意弃单 老板娘无奈把监视器 PO上网 网友纷纷留言 520今晚生意都白做了 以后先收钱再做 昨天小岗也用便当店被假定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他在0元是黑名单的 做生意请小心啰 意外调出这个画面 原来在0元 也有严肃鸡被弃单 损失将近400元 同一名男子早就是 弃单惯犯被网路肉搜 我不想浪费我想说 看广大的网友 有没有不介意冷掉的 严肃鸡这样子 然后分享给大家 到处点餐说忘记带钱 店家不忍了 直接报警 警方掌握金法男的身份 要以诈欺罪传唤造案 至于被弃单的严肃鸡 送给其他客人 物价这么贵 千万不要浪费 记得宋佩晨高学报道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